没多久之前对绿山军攻下44分的Donovan Mitchell 今天看起来蛮轻松的 原来昨天打了两次延长赛的赛尔提克队 Jason Tatum还有Elhofer今天都高挂免战牌 那看起来就是要蒙面侠布朗坦下来咯 果然在第一节攻守转换当中直接挑战对方篮筐先拿下2分 在家里打比赛Donovan Mitchell说什么也不能让美光灯的焦点都在对方身上 他的迷宗布闪过防守人加上高打板 两分也放进 Mitchell在第一节就拿下了9分展现一下东道主的气势 有了第一节的热身之后 第二节一开始Mitchell面对Derek White的防守 用华丽的转身把White抛在身后 两分最可爱 骑士队在第一节打完就落后7分 第二节打完之后绿山军领先了12分 下半场今年才来到波士顿的Malcolm Brogdon 也靠着强壮的身体条件 硬吃了对方防守球员Darius Garland Brogdon今天攻下24分 其中下半场有10分进仗 比赛来到剩下最后的30秒左右 骑士队头号战将Mitchell 一个人力挽狂澜 闪过了两位防守球员之后 在篮下挑篮挑进2分 给了骑士队107比106的一分领先 Mitchell今天这场比赛又攻下了40分 而且他在这场比赛中还罚球 11次全中拉下11个篮板球 距离正规时间终了 只剩下4秒钟左右 双方平手 Purcher直接单刀直入 准备用左手上篮终结两队的恶斗 但是事与愿违 篮下Williams补篮也没补进 正当大家准备进入延长赛的时候 看到边线的裁判做出了犯规的手势 原来是Grand Williams 在补篮的时候被对方打手犯规 罚球之前Mitchell还不忘记问他 现在压力这么大 你真的罚得进吗 第一次站上罚球线的Williams 这场比赛最后两罚都落空 比赛正式进入到延长赛 塞尔迪克准备要打最近两天的第三个OT 在延长赛当中 Lamar Stevens以100%的命中率拿下了5分 率领骑士队最后以4分之差 再度打败了塞尔迪克 Lamar Stevens